第五節 回到第五節 剛才是MUNASI 都是我小時候 90年代很喜歡其中一隊的樂隊 在日本 他們都非常之紅 去到千禧年 他就解散 但後來十年後 他都再復出 我記得就算是復出之前 為了他師傅 HIDA的紀念音樂會 都曾經有試過一些短暫的復出 剛才那首就是I For You 應該大家小時候都一定會看過 神 請給我多一點時間 金城舞 新田公子 主演 主題曲就是I For You 亦都被視為其中一首的神曲 Lunar Sey 由他剛才的鼓手 珍士 去到何春龍一 主音 去到吉他手術之說話 鼓手阿J等等 全部都是很井上 全部都是很出色的音樂人 就算是單飛的時候 何春龍一 都很受歡迎 亦都要講回少少 明天星期五 十一號 就是重陽節 重陽節是沒有職務的 不過 店舖就照樣十五戶 他們會在這開門 十一點做到五點 還有 剛才想播一段聲帶 因為啤梨叫我播 就是關於產品 剛才播不到不要緊 我想到 可以這樣 各位網友 大家好 我是啤梨 現在我身在名古屋 剛剛和老婆吃完飯 很開心 今天我錄一段聲音 就不在這兒耍命 是想和大家講一下 由明天 直到十月十一號開始 我們關於這個 星龍王的優惠 明天開始 我們星龍王 應該是每一次回復五百八十元 但今天 供應商 Vicca L就挖了我 說公司就覺得 比利哥好幫手 比利哥的網友更加幫手 所以就將這個優惠 獨家優惠 extend 但是正如我早兩個星期前和大家講過 因為 我以我家人作獨製講得這麼盡 如果我買回五百八十元 那我用什麼以重複 所以 由明天開始 十月十一號 由於我要認回這個 諾言 那我就 靜神水的 星龍王就會每次賣五百八十元 但是也因為 供應商的熱情 牛愛繼續支持我們 我也想大家網友 可以得到一個優惠的價錢 所以 只要賣兩支 或以上的星龍王 每支是仍然維持三百五十元 當然有條件限制 我說多次 明天開始 直接力行通知 買一支星龍王的五百八十元 兩支幾千 七百元 即是平均三百五十元 三支幾千 一支零五十元 平均三百五元 如此類推 買到一百支都是三百五十元 乘一百 只要買一支就是五百八十元 但是 要買三百五十元 這個優惠價 就是買兩支或以上的星龍王 都有條件限制 是什麼呢 就和我一樣 隨便買什麼都好 買二百元的產品 那就是說 如果明天你們上來 買一支星龍王 要貸多少錢 五百八十元 可以了 如果你買兩支星龍王 你要貸多少錢 你不是貸七百元 是貸九百元 因為你要買 多二百元 清不清楚 那如果要買一百支星龍王 那一百支星龍王 就要貸三萬五千二百元 自己計好條數 那我下星期四 就會回來香港 希望大家 各位老闆 玩得開心 好嗎 好 拜拜 好 大家都很清楚 就說原來星龍王 原本也要加價 他照價 五百八十元 不過買兩支 開始就變回三百五十元 一支 不過有條件 就先買了二百元 我就說買免臣也好 買下那些 牛額比 買下 乎那些 銅尾茨 就足夠二百元 好了 到今天第五節 都會繼續 昨天 有兩節 我們在英國移民了老師 李Sir 今日會做邊他第三 即第三派的訪問 亦都有其意 甚至很多網友反映都非常正面 剛才與阿凱的訪問是非常正面的 現在就會播出李sir的訪問 如果老師在課堂中是難走 將教員很生動地傳遞學生聽 其實是不需要功課的 舉個例子 我兒子最近在學習TutorHouse 就是一種英國的建築 他正在做的就是一個專題研修的模式 要他自己找資料 然後要他去拍照 要他自己畫一下公仔 要他自己想方法 你用牙籤也好 你用紙盒也好 你用收拾樹枝也好 你要建一間TutorHouse出來 TutorHouse是一種 我不知道我自己也不懂 是英國的建築 他們是這樣去教的 就是他從一個心念開始 由我們叫阿諾耶式去到末羅式 然後眼耳鼻舌身 就是很複雜 就是說其實有一個啟發式的教育 他由誰抽出來 教育就是要抽出來 在他裡面拉出來 然後我兒子就會 原來是這樣學習的 學習就是我們有一個題目 然後我就根據這個題目 找一些資料 然後可能做PowerPoint 然後可能自己真的研一間出來 我就知道什麼叫TutorHouse 香港就反過來 香港就是 今晚就做作業 常識作業第六至七頁 之前五至六頁 這裡整塊寶 大家看著 為什麼不改正 接了寶的了 你都不改 你幾個留在這裡 尤其是你先看什麼看過來 老師是做這些事的 我有時也要做這些事 為什麼 因為有人查我的寶 查寶那個人可能和我是很敵對的 通常都會很敵對的 那麼他就會抓我 他說 李sir 那個字呢 這裡為什麼你這樣也要踢他 你這裡這樣也要踢他 你不專業啊老師 我們是一直有這把刀 在寶著頸 我們就會盡快追上功課 今晚做作業、六至七頁 立刻跟你一起做 不懂 接著就一直講 其實講就是 我們直接給一個傳承式 可能就是說 原來食物當中有碳水化物 有脂肪 有蛋白痣 寫吧 寫啊 喂 時間到了 寫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你只不過可能 去過一次的一本電子書 這樣 是不是有多少學生真的會看到呢 你這樣上升下去 如果是英國的教育模式 我相信 如果是以一個 我們叫做 Paradigra shift 就是一個反式轉移 如果他們教食物的 可能真的從他們 好我們現在就講食物了 大家留意一下 我們記錄下你上午餐吃了什麼 我猜他們會用這種方法去教 那也涉快了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就是 其實扔下去教育的資源的多寡 還有是什麼人可以教書 嗯 是的 教書的是什麼人 你想想在香港 我剛才提過 香港教育學院 什麼人會讀 是不是 就是一些讀不成書的人才會去教書 全世界都不是這樣的 我知道這句話會得罪很多人 也得罪我自己 因為我也讀過香港教育學院 但是在英國 就是你如果要教書的時候 你本身的質地不可以太差 就是那個學術的水平不可以太差 香港是差得怎麼樣呢 我試過有一次出卷 有一個寫書的位置 作一邊文 我何時一看下去的題目 哎呀死了死了出錯了出錯了 哎呀我快點改它了 一會兒學生就寫錯了了 你看看這裡我用了 然後我看一看一看一句 那句就說 John said that he wanted to visit Hong Kong 他說John說過他想去香港的 我說這個 Mis Wong 這個不是 這個叫做 reported speech 這個叫做 indirect speech 就是John說完之後 他會轉了做 he wanted 就是這樣 加了ED 他說不是了 你認識什麼 這個ED肯定是過去認識的 我說不是啊 你冷靜一點 我說這個你看看清楚 你認識一個題目 你是一個提示 那個老師叫梁嘉麗 很好笑的 他說這個是提示 我說是真的提示 但是你這個ED其實真的不是發聲 你相信我 不相信我 我用英文文化學問一看 他說總之我看到發聲 我就害怕了 我說你其實不用害怕 我說不需要擔心 他說他就很害怕 很恐慌 然後又覺得自己錯了 也好 我覺得是沒問題的 但是你連去到教書 去到六年級的課程 可能你才要教一些 indirect speech 或者conditional sentences 一些比較深的 複雜一些的 或者叫parantesis 拆入句的 他們自己搞不定的 每次六年級一開英文會 我們不夠時間教書 我們要TSA 我們要PSMAT 我們要懲分史 所以李sir 我們今年也是一樣 好不好 我說什麼一樣呢 他說我們首先要剪掉 那個passive voice 然後我們就剪掉 conditional sentences 然後我們再剪掉 上年教到哪裡 是啊 上年教那個插入句 那些which 那些levelative clause 全部全部剪掉 不行的 教新的那些 是你不行的 我心想 就是你自己本身都搞不定 那好了 那的確是的 可能真的要過程剪裁的 但是我教那間學校的時候 要看車小學 他遇到一個問題 在葵中區 他旁邊有一間叫做 保錄製 另外有一間叫做 就是一些很好的Bang1英中 我們這裡的 我的幣值是不斷降低 就是說怎麼樣呢 好了 我剪完份卷了 我給了一個90分 好了 你已經是A了 你可以自行配合去報 結果就是他去到那間中學的時候 發覺哎呀 搞不定 因為他 我們全部剪掉他需要學的東西 然後他拿到一個所謂很好的成績 然後去到 我記得好像 我走過一年 有十多個進入 這所謂好一點的中學 安柱中學 那回來 是有五個是需要 有一半都是需要留的 那變成了 其實我們是不斷做一個 好像玩 好像玩十三章在那裡PASS 你明白嗎? 就是我們搞不定 PASS PASS 你張牌不夠大的 不關他事的 是你張牌 就是本身 其實在香港和英國 在英國教書的 就是我來到這裡 我都沒有教書 我也是做一些 我考了一個電工牌 做一些建築管理的事情 因為我發覺在英國教書的人 他對於他的 我們叫做肯定 就是他本身的人 他教英文當然他是英國人一定好 但是我發覺在這裡一個老子 他是教了這麼多科目的 這個範圍也可以是涉及到 譬如說 我兒子回來講一些英國歷史 我真的完全不懂 英國文學 我完全不知道他講什麼 我已經是Master C-U-H-K 是嗎? Master in English Literature 我都要 你講什麼Singularity 我以我所知好像不是這樣的 Roland Barth好像不是這麼說 然後我兒子一輪嘴 跟我爭論 他一跟我爭論 我就知道這個人在學習 就是說他不斷去學校 不斷在給他一些刺激 另外 我又再講深一點就是說 英國和香港的教育制度的分別 我來到這裡 我什麼都 最初我一來到 我什麼工作都要做 我是去衣服工作了 工作了幾個星期 這間衣服工作了 我在想 那些藍領 通常都應該沒什麼文化 應該都會是粗口爛舌 或者我發覺不是 其實在英國一般 一般 可能我自己的緣份 我遇到那些 我們一埋位一坐下 我們聊是聊什麼呢 就是我們會說一下 很好笑的 我們說 究竟一個18歲的人重要一些 還是一個小孩子重要一些呢 就是我們會討論這些問題 這是一個很深的問題 然後我就說 我覺得小孩子比較重要 因為我們都是 大家都是這麼壞的 但是小孩子的潛力是無限的 還有你看看你自己 就是開玩笑的 你看看我們 看看我們怎麼樣 小孩子是無限的 那變成 得出來的 我一個結論就是說 英國本身的教育是做得很好 所以 也都 你無論 因為一個制度 如果是好的時候 只會培養出更加好的人 而 而令到一般的人都會 我認為他比較有教養一些 所以譬如說 你說人工最低工資 好像說12磅 還是忘記了 好像挺高的 你做什麼都差不多 原來做醫生 或者做 你做譬如做一個 工作人員 可能其實人工差不多 但是我想到的就是 因為他們的教育也是差不多 因為他們的水平不會相差很遠 在香港就可能相差很遠 所以我第一樣想的就是 如果我兒子在這裡 再這樣下去就不行了 那我 就是 不要是梁琴集無二妻 萬好三千去想 最大得益的是小孩子 我在這裡也講一下 其實 其實如果你有下一代 你不用想的 基本上 就是有下一代 如果你有些能力 其實過來英國 你肯做 或者你肯考一些牌 其實生活都挺輕鬆的 這樣 那又講遠了一點點 剛才聽了很多 其實香港教育 為什麼要做這麼多功課 就是方便他們去管理 就是總之 沒錯 管理 單國進度如何 看功課多不多 那個老師改卷 他改成如何 他們是否能夠吸收 是否做功課 會令到他學習知識 是否有幫助 不用理 但是英國的我聽到就是 會有多著重 他們人人會有思考 香港不是的 也有思考 可能要在社會管治你 也不是那麼容易 這個我覺得是很根本性的分別 是啊 我記得我跟同事聊天 我們說起 他說 他問我 你覺得哪個國家最好 然後我說 我說你這個問題是很危險的 如果你說一個國家是最好的 其實你也挺盲目的 他們會不斷去問這個問題 他覺得英國好 但是他覺得其他地方都會很好 不像某些國家 一定只是那個國家是最好的 我想說可能是40年代的德國 也可能是東方版頭上面 某個小島 你一定要說那路好的時候 其實是很有問題的 這是一個 critical thinking 我覺得英國有一個好的地方 醫療十分之好 我剛剛才去完GP而已 就是所謂 他什麼都free的 很多東西都是 我自己覺得 其實很多東西都沒有需要的 你為什麼要做body check 我已經很free了 就是每個國家 這裡的教育和醫療很好 但是這裡的天氣真的不太好 就是會比較 或者我覺得這裡的生活自由太慢 那些人不夠 productive 你留意一下 其實有些地方 他們真的可能放 break 不是放 break 沒有這些所謂 好像我們這樣 突然間放 break 全部都走出去 吃煙就吃煙 那就是圍爐吹水 我也有 我會看法就是 其實香港和英國的 最大的分別就是critical thinking 香港是不會讓你有critical thinking 尤其是現在 最後 也不阻礙你太久了 剛才說了很多你的經歷 在哪裡可以找到你的頻道 我們觀眾都很想知道 你如果去上網查 舉頭三尺有青天在YouTube 就可以出到這個頻道 主要都會是說一下 我想是吹吉避空 我懷著一個菩提心 就是說 我自己在裡面 曾經都是一個私藥者 不是私藥者 是參與的人 那你怎樣才可以吹吉避空呢? 在這個環境之下 其實我跟香港很多學生都有補習的 網上補習 他們的無力感是很大的 我跟我說 我也不知道獨立做什麼 我不重要 男兒子就是四方 這樣 如果是可以有機會 我或者放了一條連結 在各個頻道那裡 大家可以過來看一下 主要我集中的都會只是教育的議題 這樣 好啊 今天很多謝李Sir 李子仁居老師 我們有機會 我們有很多議題 有很多經歷都可以再問一下你 再聊過 是啊 言無不準 一定會告訴你 好 好 條李龍毛 天經地道 天公地道 原來自己有來戰鬥到下 好 OK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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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